他从小就爸爸特别溺爱他 因为他身上会带着一种 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他就会觉得说 其他人都应该以他为中心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 比如说是喝完杯水了 然后呢我就是 你陪他放我的那个靠近 坐子靠近 放我放在那边 你自己不会放 他就觉得你 怎么那么叫声乖娘 你扭空应该学说我母亲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想说的 因为他一定会的 因为这个家庭一定会影射到他的 姐妹们 哎呦天呐 聊得怎么样 还行 东东也说你 其实这些年跟在一起 你改变也挺大的 你原来从一个妈妈宝贝的小宝婆 后来变成了一个绅士 对确实是 当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都觉得他都 好像也不是那么成熟 对 好像也是一直被照顾的角色 是不是 但是你确实好像 这些年载变挺大了 是吧 我还行 松霖让我进步呗 没有 我也感觉自己高大了 对 松霖对我的影响还是 很大 对 还是 还是